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位於卓耀中心的 Please E 如果在深圳讓我選擇這種休閒、輕食餐吧的連鎖店的話 這間 Please E 一定是我的首選 它的名字很有意思 當你第一眼看到的時候,你還以為是 Please 但實際上,它是把 Love and Peace 合在一起 更有意思的是它這個隔起屁股的八甲 logo 它還要回頭看你那一刻,真不知道怎麼說 作為一間成功的休閒餐吧,東西好吃是不足夠的 還要迎合現在年輕人的需求,好營 怎樣為之叫好營呢? 即是你這間餐廳有的東西,別人是沒有的 這一層就好考廚房團隊的創意了 講到創意,現在時下最流行的就是融合菜 而這間打著做地方菜的料理餐吧 是少數真的能夠做到中菜西做西菜中食的理念 你看它開業半年就已經登上某點平網的 福田西餐葉滿榜的第一名 而它的第一間店甚至登上過深圳西餐葉滿榜的第一名 這間以自然木質裝修風格的餐巴 Please 就是他們深圳灣萬象城的首店 而這間 Please 二的裝修風格就是金屬質感和工業風格 而且室內空間要比深圳灣店更寬敞和舒服 接下來他們的第三間店 將會在盧區的萬象城開業 具體時間還未知 到時候會不會叫Please 3呢 就只能夠拭目以待 現在都整晚8點了 外面都還要排隊 可想而知生意是有多輕盧 這間店的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團隊很有想法 作為一間連鎖店 它的裝修風格和部分菜式是不一樣的 不同於市面上的 比如Gaga 農夫 聖美樂 他們每間都基本上是一樣的 來這裡吃飯 我建議你先提前看好的菜單 花多眼念 真是不知選什麼 而我的慣例就是選一些福祥和一些未吃過的東西 就比如這個很有特色的路遊器 就是WiFi 看起來就是很常見的黑松露炒蛋佩爾香餅 上面加一些火腿 蘑菇和PARMASAN 但是它的醬汁是來自北方的傳統小食 煎餅果子 連我那位不吃熱香餅的大哥 都說這個WiFi很好吃 看來我的叉功真的不太行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將它拖起來了 試一下什麼味道 嘩 它的感覺真是 哎呀 掉了下來 如果喜歡吃意粉的話 我推薦你試一下這個飛鴻意大利粉 不要看少它 融入了老北京炸醬麵的做法 味道非常強 另外在這邊 只要是跟蝦有關的料理 我都是很推薦的 跟很多休閒餐巴都是用急凍蝦來煮菜不同 這邊的廚房團隊號稱 記住 號稱不是我說的 他們每天都是去農貿市場 新鮮買蝦回來煮的 然後這道硬菜就是我曾經吃過很喜歡的 藤椒烤肉醬烤西班牙黑豬辣骨 號稱低1 slow cook 12 個小時 以前吃這道菜的時候只有三條而已 喂 大佬 哪裡夠睡啊 即是你三個人在這裡 yummy yummy 第四個人就只能夠眼瞪瞪 那團隊都算有心 知道你這班人不夠分 他們就多加10元給你一條 嘩 這個排骨真的好吃 除了十分嫩滑之外 它這個藤椒風味 即是青花椒 令到不吃得麻的人都完全可以接受 它這一種味覺上的衝擊 就好像你是明明吃過這道菜的 但你就是記不起是什麼味道 我們現在回頭看看 無論是露油氣 飛鴻意粉 還是藤椒排骨 都是真正能夠做到西菜中食 接著就是這個大哥很喜歡吃的鴛鴦炸薯條 黃色那些就不說了 紅色那些就是唐心番薯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紅色那一款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可以叫炸薯條 這個炸薯條最特別的就是它旁邊這個醬 黃色這個不是蜂蜜芥末 而是咖喱蛋黃醬 我就最喜歡白色這個黑松露炒酸奶醬 在我旁邊就有幾個食客在練化骨麵杖 在桌上化到這麼寒氣逼人的 就是PLEASE 以限定的 逆淡蜂窩熱香餅 它現在在大眾點評上面 做著特價88元的團購 原價要108元 現在在外面吃蜜糖 大家都會認為 一點蜜蜂的味道都沒有 所以團隊就做個低溫的固態蜂窩給你 看上去就好像一塊蜂巢一樣 你只需要輕輕地拌一下 它就會散到 跟廣告效果不太一樣 鹽大塊的話 就拌多幾次 如果喜歡吃熱香餅的話 這個抹茶雪糕Pancake 一直都很流行 除了吃東西之外 這裡都有很多飲品可以選擇 例如這個很有趣的草莓烏龍 和葡萄煎茶 還有這一杯來自南美洲的 馬代檸檬茶 如果覺得軟飲太乾了 在這裡還有幾款經過精選的 葡萄酒和餐酒可供選擇 由於時間的關係 還有很多創意的餐品無法展示出來 如果這麼巧你就在附近 不妨過來體驗一下中菜西造 西菜中食 1200元 1200元 1300元 3200元